这两年啊 物价涨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特别是建筑材料 那个屋顶的价钱 因为那个材料 还有人工的价钱 这跟那个两年之前比的话 几乎涨了50% 所以我们Washua屋顶公司呢 在湾区已经服务了30多年了 那么我们就是 在特别感觉到 就是现在这个状况情况下呢 做投资的话 要做一个屋顶的话 一定要考虑到那个性价比 所以我们也会推出 就是现在市场上 最合理的一种 就是投资的方式 如果在做太阳能 跟那个屋顶一起 放在一起做的话 这样的话可以省掉很多钱 因为现在呢 有那种新型的太阳能 不像以前传统的 比方说是一个屋顶做完 然后在上面再架上 那个太阳能板 那这个有一个缺点就是 一块块的板跟那个屋顶之间 有一个距离 它实践久了 那中间会有很多树叶啊 或者动物在里面 它会把那个电线什么咬坏 还有那个太阳能板本身 那个玻璃东西 有的时候会被什么 就是说东西会砸碎 修理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还有一个屋顶呢 有的时候会有漏的情况 那装了太阳能板 架在那个屋顶上面 有的时候破坏掉那个屋顶 会造成漏水 那维修也比较麻烦 那现在市场上面呢 有那个新型的太阳能屋顶 就是这个屋顶的本身 就是太阳能可以发电的 所以如果是要这样子 一起做好的话 有一个好处呢 它是那个退税 现在那个政府因为是鼓励 那个就是做太阳能的 所以你可以得到一个退税的优惠 当然具体退多少钱 那么我建议你就是跟 你的那个会计师来计算 怎么样可以得到最大的退税 另外的一个 就是这样子做太阳能的话呢 现在还有那个零头款的 就是说因为屋顶很贵嘛 现在越来越贵 那你这样的话 你可以做零头款的一个投资 每个月呢 那个分期付款的费用 可能比你现在的电费还要低 所以你就是不但是有了一个新的屋顶 可以发电 而且你的这个费用还比你现在的电费 可能还要便宜 当然对那个环保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 而且这种新型的屋顶呢 你可以在上面走路 他们做实验的时候 就是用那个一个个的像高幅大小的那个铁球 非常高速的砸在这上面都不会破的 所以它这个经久耐用 它的工厂的那个担保也非常的好 这种担保就是它不光是保那个太阳能本身发电量 而且还保那个屋顶的漏水 比市场上面任何一种屋顶的担保都来的要好 公司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靠的一个在美国本土生产的 所以这个就是像在这个现在那个情况下 我们向各位推荐的一种屋顶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你要知道那个详细的情况的话 那就请大家跟我们联系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你现在美家 比方说它的用电的情况啊 或者那个屋顶的形状啊 对吧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设计 看看是不是可以帮你省钱 又起到一个美观耐用的一个屋顶 YShore屋顶公司 玩去最佳老牌屋顶公司 获钻石认证 获2016 Angeles超级服务认证 25年经验价格最平 各类屋顶大小工程免费估价